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我是邱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名词叫炎症 一提起炎症呢,我们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炎症反应呢 其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 比如说在我们感冒时,在我们感染时 我们的炎症就会杀死这些外侵的病原体 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都是被炎症杀死的 但问题是,这是急性炎症 当炎症长期无法清除时呢 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 这就是慢性炎症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慢性炎症 那么许多研究表明 炎症是导致癌症的一大危险因素 实际上有25%的恶性肿瘤 都跟长期的慢性炎症有关 比如说幽门螺旋感染的感染 可以导致胃癌的发生 这个慢性乙性肝炎病毒 可以导致肝癌的发生 还有人乳头流状病毒 HPV病毒可以导致宫颈癌的发生 都是如此 此外,慢性炎症还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有关 还会降低男性的精子质量 增加女性的流产率等等等等 那么问题是 我们如何来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吃药还是打针都不是 饮食和我们的身体慢性炎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就在您吃的食物中 有很多食物是可以促进你体内的炎症 那么这五大类促炎的食物 您可一定要记牢 千万要注意 第一个什么 促炎食物一 红肉 红肉是指猪牛羊肉 大量食用促进身体炎症的反应 这个红肉 那么它被WHO列为2A类的致癌物质 当然红肉毕竟是铁的一个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 2022版推荐每天的红肉摄入量不要超过100克 而根据知名期刊李月刀则推荐提示 每天红肉的摄入量建议在18到27克左右 红肉适量 第二个促炎饮食 食物是什么呢 是加工肉类 比如说烟熏的或者是腌制肉 是很多人特别喜爱的一个食物 但是呢 肉类在加工的过程中 很容易受多环方听类和甲醛等多种有害物质的污染 摄入过多会增加机体的氧化应急水平 而产生炎症反应 最终导致什么样肿瘤的发生 所以加工肉类是能不吃尽量不吃或少吃 促炎食物3是什么呢 高脂肪食物 摄入过度的饱和脂肪酸是会促进什么样炎症反应的 那么而不饱和脂肪酸中 Omega6和Omega3的比例过高 也会增加炎症的反应 所以要尽量用鱼肉来替代肉类 同时高脂肪食物中还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可以增加多种炎症因子 所以尽量的要少吃加工肉 以及加这个煎炸食品 粗原食物4是什么呢 是超加工食品 所谓超加工食品 是经过一系列复杂非传统加工 最终得到完全看不出食材本来面貌的食品 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 甜饮料 包括泡面 杂薯条等等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食用超加工食品和炎症性肠面的风险增加有关 和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增加风险有关 和全饮死亡率增加26%到62%明显相关 超加工食物 第五种粗原食物是什么呢 甜食和精致的碳水 有许多证据表明 我们的炎症反应水平和血糖水平 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甜食和大量的精致碳水 会增加我们体内血糖的水平 引发炎症反应 所以尽量选择什么呀 犬骨类杂粮类的食物 好 那么今天您记住这五大脆炎食物了吗 能少吃尽量少吃 会对你的健康 那么这些五大类脆炎食物会导致慢性炎症 长期如此会对您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不利 也欢迎大家关注情侣生活好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